关联词的这部分需要让我们掌握一些固定的一些关系的关联词 首先第一个定列关系 也就是说关联词的这个所指向的这两部分内容 它是定列的一种状态 定列的关系 比如说也什么什么 也什么什么 又什么什么 又什么 它又漂亮又能干 对不对 一方面 就是两部分内容是并列的 大家要搞清楚 既又这些都是常见的一种表示并列关系的关联词 第二个是表示一种承接关系 旧变于是 你这样看好像看不出来 承接关系就是表示 它有一个一前一后的相互继承 就是相互承托的关系 承接的关系 比如说我给你 就是他一来 他一来那个人就走了 他一来那个人就走了 一前一后 对不对 他一说话 那个人便闭嘴了 对吧 所以说就有一个承接关系 一先一后的 并进关系 不但怎么能量 而且怎么能量 不仅怎么能量 还怎么能量 不但不怎么能量 反而怎么能量 这个比较熟悉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千万不能把关联词的这种固定搭配弄混 不但就对应的是 而且不仅对应的就是 还不能相混 OK 好 那么递进关系 另外要注意的是 它这个语力的递进 不仅 他学习好 他不仅学习好 对吧 而且能够帮助别的同学提高成绩 那么后面这个内容 是不是比前面这个内容 哎 还一个深刻 意境更高 对不对 哎 是不是就更好 所以说 他有一个意思的递进 要搞清楚啊 好 第三个选择关系 哎 做出某种选择 不是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要么怎么样 要么喝可乐 要么喝芬达 要么吃苹果 要么吃梨子 对不对 就有一个这种选择的关系 宁愿怎么样 不愿 我明天死 也不要对他们说谎话 对不对 哎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选择关系 宁愿也不 与其怎么样 不如此 与其你在这玩 还不如把那语文 好好学一学呢 对不对 哎 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好 转折在这里 需要大家提醒一下 哎 也比较熟悉了啊 虽然怎么样 但是怎么样 尽管怎么样 却怎么样 虽然听见天气特别好 但是 我们有心情 逛街 对吧 有一个 前后内容 寓意的转折 假设关系 也就是说 在之前的这部分内容呢 是需要有一个假设条件 如果怎么样 就怎么样 如果明天天气好 我们就去野餐吧 对不对 哎 必须是明天天气好 就如果这个假设条件里存在 哎 对吧 如果不存在 有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情况啊 要是怎么样 那么怎么怎么样 即使怎么怎么样 也怎么怎么样 哎 搞清楚啊 好 提 提 条件关系 只要怎么样 就 怎么样 只有怎么样 才怎么样 除非 怎么样 才 现在就是给你给一个条件 只要你完成作业 我就给你好吃的 嗯 只有你今天做完作业 我才能让你看电视 对不对 哎 他就会给你之前一个先前的条件 让你来 必须要完成这个条件 才会有后面的结果 嗯 最后就因果关系 大家应该不太啊 因为 所以有因有果 搞清楚就可以 看一看几个容易混淆的 啊 混淆的这个 这个词汇啊 关联词 既然 既 既 既 他们容易跟什么混 我们来看个句子 在一定条件下 科学知识 既然经过了实践检验 所以显示了它的正确性 既然 怎么样 所以 首先有这样的搭配官司呢 好像不太对吧 而且在这里他想表示的意思也不是这样 既然就 你既然都这样说了 我也只能帮你了 对吧 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层意思的 而在这里 应该采用什么呀 哎 换成因为所以啊 对吧 因为经过了实践检验 所以显示了它的正确性 所以在这里 还需要你做出一个简单的判断 对它语气进行一个理解 对不对 哎 这要是依据和结论的关系 那么 推论因果 哎 一定要知道 这个因果和上面的既然旧是不一样的 OK 下面 尽管 去 不管 都 你看 天气尽管这么冷 心头 却很热 你看有一个明显的转折吧 对不对 天气冷 但是心头却热 嗯 不管成绩怎样 文凭方 你文凭上都那么几个字 转刻 所以说在这里 哎 可以看到 有一个 上面这个尽管 却是有一个明显的转折关系 后面通常表示这种 确定的 这么 或者那么 与之呼应 而下面这个不管怎么样 是表示一种条件的 哎 后面通常用表示 哎 不是确止的这种 怎么多吗 与之呼应 哎 就是说 他 哎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努力 对不对 哎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表示条件的这样一个关联 关系 OK 下面 哎 这个就 不是 就是 不是 而是 一个表示选择 一个表示并列 哎 不是这个 而是那个 哎 不是这个人 而是那个人 那个 不是什么 就是什么 有一个选择的成分在 而这里这两个内容是表示并列存在 对吧 好 下面这个 只有 才 只要 就 无论都 哎 他都有一个条件的这个意味存在 但是条件的这个选择就不一样 你看第一个 只有 才是唯一条件 只有这部分内容 这部分内容是唯一存在的一个条件 只有你写完作业 我才能给你礼品 只有你成绩提高 我才能礼品 那么成绩提高 写完作业 这是唯一的一个条件 你后面的结果才能发生 对吧 只要 怎么怎么样 就怎么样 是一个一般条件 哎 只要你完成作业 我就会给你礼品 只要你提高成绩 我就能给你礼品 对 哎 这个条件是一般条件 而不是唯一条件的 那么下面这个就是 无条件 你知道吗 无论怎么样都 无论你怎么样 我都给你礼品 对不对 就没有条件存在了 所以说在这里 有一个比较微妙的选择 就需要你在不断的这个揣摩 哎 做造句的过程中 把握他的意思 体会一下 对吧 下面 即使也如果就 即使实际上遇到极大的困难 他也有勇气去克服 如果你买了那两个 这个就算天头白送 这个其实关系是不一样的 哎 前面那个是一种 就是下面这个呢 是条件 就是之前会给你给一个 如果什么什么样的条件 由你符合这个条件以后 才会有这个白送的这个情况发生 对不对 哎 即使也 他有一个相对的转 就转折的一个意味存在 他再有再大的困难 即使是有再大的困难 他也要是什么那样 对吧 他会阴阳而上的 对不对 所以说有一个这样的存在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例题啊 做一下题目 我给你读一下 你就大概能把答案猜出来了 答案就做出来了 尽管他有多大的错误 我们却可以原谅他 偷睡逃睡 所以不但损害了国家利益 而是损害了别人利益 因为为了加强学校的科学管理 所以学校就制定了一系列有效的管理措施 不是为了写文章而写文章 而是为了要表达你的思想感情 大家可以看一下选什么样 选什么哪个你觉得最正常 其实就差不多了 符合你的语义习惯 D OK 不是 而是 不是为了写文章而写文章 而是为了要表达你的思想感情 对吧 我晓得老师听讲也说 你不是为了考试而写文章 你是要为了表达自己的生活 对不对 他写文章的 所以G是可以的 你看一下 尽管他有多大的错误 我们都可以原谅他 不管他有多大的错误 我们都可以原谅他 对吧 不是有这样的关系存在的 有一点 就是有一点奇异 感觉怪怪你到底想说什么 对吧 第二个 这个地方他是想用递进 对吧 不但而且 你看这个地方就 就有点 这个搭配都不对了 就马上就错了 而且不但而且 你说 你看这别人 不但死派了 个人利益 而且损害了国家利益 对不对 国家利益要比个人利益要重要的多 所以说应该放在后面有一个递进的效果 就是说在这里有一个这样的错误 而且你看这是 因为 为了明显就有一个很奇怪的语力重度 对吧 为了家乡学校的管理学校就制定了一系列有效的管理措施 是不需要加这个因果关系的 所以说这里有一个多余的乱用的这样一个关联词语 所以说需要大家多读几遍来把握它的意思 注意关联词的搭配 以及运用 那么最后给大家一些方法的总结 今天讲了词语的部分 对不对 哎 第一个技能财富积累 对吧 那所以这块我们要记住的是感情色彩和某些容易混淆的词语的含义 对不对 对他们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和整理的工作 哎 以后经常去运用 经常去看 你就能够掌握它 第二个技能是把握词语 准确把握词的本意 多积累掌握词的本意 那么 那么注意积累特殊词语的这种 隐身语和比喻语 特别是下面说到的 根据语境分析的就是 联系上下文 去推测词语的含义 这点得需要 第三个技能是对比掌握 对比之一 也就是说把你容易混淆的 或者容易用错的放在一起 当你能够清晰的判断出他们两个 区别出他们两个 你对它是不是就真正的掌握了 对吧 所以说需要 大家对它进行一个对比的一个机率 而且像进词变息 更是这样 这两个词语境词 你就放在一起比较一下 你有可能就记住它了 对不对 第四个技能需要注意的问题 是需要告诉大家第一个千万不能忘闻深意 你别以为这个词就是简单 你想象的那个意思 有可能这个简单的词放到这篇文章 放到这句话中 它就变了一个意思 对吧 包扁甚至都有可能变 对吧 物边包扁边倒 注意 有些词它本身就有包扁 但是有些词它是可以包扁便用 扁字包用的 要注意 最后物范围不当 千万不要说 有些词 我明明是只能用在口语中 你在这里用作一个非常正式的书面语 不行 并且有些进语词的遍迹中 它的词汇只能用在这个范围内 这个对象的身上 你这把另外一个词也用在这种范围 这种对象 所以就不当了 用词不当了 所以说千万不要犯错误 词语是语文的一个非常基本的东西 所以一定要要求大家掌握 多多积累 多多建议 多多实用 多多体会 那么当你在反复的使用的过程中 你对它的含义就有一个进一步的了解 那么以后就会比较少犯错误了 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 在以后的考试中也不怕这部分内容 OK 那么体验课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参与 拜拜 拜拜